就在这个时候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叶利钦走到讲台前 要求戈尔巴乔夫 跟他共同签署该法令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 叶利钦坚持 戈尔巴乔夫再次拒绝 叶利钦于是回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这一幕透过电视 向全苏联的民众现场直播了出去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走向了他的历史终点 当时我到的苏联好多党人记录 根本就没有人了 就有一个人的办公室里 把整个手的图障 这个机构都盖了 都放到他面前 他说你说吧 你要干哪个图障 咱们干哪个图障 就说人去楼空 一切就好像在悄悄的 他就没有了 而且那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也没有人什么起来捍卫他 本来被你当成是支柱 本来是被你当成很神圣的东西 他忽然就没有了 我当时也是在想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会是想 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是一个很忠诚的观众党 我看到这个党忽然没有了 我会不会除了失落之后 我会不会要去起来保护他 要去跟那些反对党的人做斗争呢 但是在俄罗斯上我们看到的没有 这些都没有发生 人形一变 其他的都不行 如果要说苏联解体的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我们必须要敢于承认 就是苏联共产党这个党 它变了 它脱离了人民